你自己承認 你用針在找血管 在挑血管 你用針在找血管 寧靜的台大醫院病房 突然一陣叫嚣 你還動 你從人不要叫啊 不要動啊 我都不要動 叫血管 找血管也不是一頭半 你們查了 一頭半 在裡面查 不是慢慢找血管啊 31號下午3點多 黑衣婦人和丈夫 氣勢凌人 沖向櫃台 對醫生開罵 原來是因為抽血 臭不到 因為醫生抽不到血 可能弄痛了婦人 事情一發 不可收拾 來 台大醫院合同醫院 14號病患 有那個醫療交換 請問派主打來 好嗎 病患氣急敗壞報警 越說越火大 兩三個醫師 被罵到狗血淋頭 完全沒有回嘴餘地 不故事醫院 婦人得理不饒人 甚至揚言提告 其他病患家屬 看不下去 出言勸和 那就是今天因為有一位病人 他明天需要開招 所以他今天做備血的準備 那因為抽血不是很順利 所以他覺得 心情上受到一些影響 有關誤解的部分 我們是可以跟家屬做解釋 短短一分多鐘的影片被PO網 婦人行徑引發爭論 破口大罵 還一度動手拉扯醫師 婦人是可以跟醫護人員溝通 好好溝通 甚至他可以要求先暫停休息 而不用說就是只用暴力 隔天就要動手術 卻抽不到血 婦人的恐慌 擔憂 不難理解 但缺乏溝通 就直接把情緒 轉嫁到醫護人員身上 除了製造糾紛 破壞醫病關係 其實對誰都沒有好處 記者是王正台北採訪報導